这个女特务爱上了魔王戴笠,两次被关进监狱,最后神经失常。 戴笠升为军统局长,风流倜傥,与许多女特务关系暧昧,臭名袁阳,她把打得火热的女秘书于书腾送去了美国留学后,军统有一个女特务,叫周志英,以为戴老板看中了自己,一心想当老板娘,经常去找戴笠,偏偏戴笠没有看上她。 周志英于是经常来纠缠,弄得戴笠好不心烦,一气之下,把她囚禁到西风监狱,这一关就是整整两年,到1943年周志英才被戴笠下令释放,谁知这个周志英竟然以为戴笠回新转意了。 回到重庆的第二天便擦着抹粉,塔班的花枝招展去找戴笠,请了一通报,戴笠就挥手说,不见她,叫她马上走,结果她在门口放声大哭,戴笠听见了,没有办法,只好叫人把她带进办公室,当面骂她无耻,并且说,你这是白日做梦,死了这条心。 可是,周志英反而坚决底,表示,我宁可死也不离开,戴笠气得拿起鸡毛轴柄打她,她不叫喊半句,一直让她打,也不走开,戴笠的亲信沈罪等人也在那里,沈罪见状,便劝周志英,人家不喜欢你,你要识相点,周志英又向沈罪申诉自己逐黑一心一意,爱上了戴老板, 还说不管是当什么一太太,小老婆都愿意,无怨无悔,戴笠立即想溜走,被她发掘了,立刻冲上前去,死死抱住戴笠的腿,然后,任凭戴笠用皮鞋踢她的头部和胸部,她都不放手,沈罪和另外一人用力才将她拉开,随后,他们把周志英送去了白宫馆看守所关了起来, 两天后又把她借送到西风监狱,1946年代力摔死了,沈罪记起还有一个周志英在狱中,便向毛人凤提起,她才被开示,这时周志英已经神经失常,经过一致,一年半才好一点,以后,这任女特务结局独合,也无人知道了,返回邹谷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Zither Harp